大家好,今天是7月4日星期四 今天是7月第三個交易日 基本上市場由7月開始,我個人覺得應該會向好 之前已經有預期過 最主要大家看著三中全會 那裡一定有比較好的東西公佈,是有利於股市 其實在開三中全會之前 阿爺已經陸續續有很多政策出來支持股市 我最近的文章,這三個文章有寫到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看看 由星期一至星期日,即是今天都有 其實之前也有其他文章說,阿爺已經逐步逐步 將A股 從股本培源 從根部開始搞好 這個盡量保障到投資者的利益 因此在這裏,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 考慮一下 今天星的板塊大致是小半左右 我們看看這個,再跟著就是它的 板塊 看看這個是什麼 是由全世界銀行,金,等等 金屬方面就有這些 這些是好的 這個就是中國有息抗業的 也會介紹 再其次 由於銀行方面 銀行方面做得很好 基本上就是 建立三宗傳媒之後 應該會將銀行業 更加有些扶持 因為他們將會提供一些資金 給企業發展 金屬很簡單 因為始終都是黃金有價 再其次看看 交通設施 也曾經說過 一定會比較好 再跟著農產品方面 農產品方面 要留意 未來大約三年左右 二至五年左右 中國將會成為 一個十分重要的農業 不僅是生產國 還可以是出口國 這也要跟美國對著幹 美國其中一件事 要捏著中國的農業 即是糧食供應問題 美國以前已經捏過 之前蘇聯 現在俄羅斯的糧食供應問題 現在不是 現在中國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早就做了一個部署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們看看 其他個別板塊方面 你看到 騰訊有些不上不下 其他大牛龜 也有些上升 有些是跌的 包括港交所 中國海洋經常有幫報欠 即是香港 香港為主的 是這個東西 我們看看 再跟著 港股方面 行星指數 上到這裏 是挑戰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暫時有些阻力 那保利加通道的阻力 在這裏 中族應該是180 成年上升到181 現在下回是179 最主要一定要站起 中族這裏 是1032 所以如果今天能夠收市 站起1032 或明天收市 站起1032 今天後日 一定站起1032 星期五又站起1032 那就下星期 站起1032 那就非常好 我們現在再看看 今天可以考慮的股票 第一 剛才說過 中國有息江肅